我们刚才讲的 赖英德总统上来以后杀气疼疼 你没有想到对郑文燦不但收押 禁占他的子弟兵 今天也拾路的去搜索 看起来这件事情 这条线还没有结束 另外一个就是川普 川普当然讲的 你现在上来我们都知道 他现在所目击的 都是一个反中大将 当然他叫目标就对付中国 可是他今天提到了一个人 把大家吓得毛骨悚来 他说美国有这么多的总统 美国有这么多总统 他说他对谁最佩服也最仰慕 居然是什么 第25任的总统威廉麦金利 威廉麦金利我也不知道 到底谁 我们知道整个美国一直有什么 我就是自肥 比如说我独占其身 我有门罗主义 我不要去干涉别人 他其实不太发动战争 这个麦金利 他发动了关税战争 发动了美西战争 他是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人 他是敢战 他敢战 而且他愿意战的人 竟然他是川普的偶像 那是代表说川普也要战吗 宝贤 赖总统在杀对不对 现在川普他这一次回来之后 他的杀气会非常非常的重 为什么杀气会非常非常重 宝贤那我们原本都以为 川普他最喜欢的总统就是雷根 那雷根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苏联干掉 我们都以为他是这样子 所以他很喜欢雷根 但是今天 川普在接受这个外交杂志的访问 他就说 没有 其实我不是 我不是最喜欢这个雷根 事实上我更喜欢另外一个总统 那个总统叫做威廉麦金利 他给他两个评语 一个叫做战争总统 另外一个叫做关税之王 所以这两个战争总统 关税之王 这两个就是他认为麦金利非常好 他要往他学习 那接下来 川普不叫做两件事情 战争跟关税了吗 对 没错 我跟他讲 那个麦金利到底是谁呢 我们不是有所谓老罗斯福总统 跟小罗斯福总统吗 那老罗斯福总统的前一任就是威廉麦金利 那因为威廉麦金利后来被枪杀之后 后来才是老罗斯福总统 他也被枪杀 对 老罗斯福总统能够接任 好 那威廉麦金利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保洁 我跟他讲 是他当选的时候 他第一个事情是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如同这个保洁说的 美国很少在这个本土以外扩张 但是他发动了一件事 他发动了美西战争 因为古巴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决定跟这个西班牙作战 跟西班牙作战之后 保洁你看 后来他拿到什么 拿到了古巴 拿到波多黎克 拿到菲律宾 又拿到这些地方 关岛 夏威夷 对 就拿到这些 夏威夷也是 夏威夷原本是属于这个日本的 就是他还是一个独立王国 那当时有很多日本人 结果他就想说 那我们要把这个夏威夷并蹲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对美国影响太重要了 所以他出兵去把夏威夷并蹲 因为他说 所以你说美国变成了一个太平洋国家 以前他都是面向大西 是的 他变成了一个太平洋国家 是从麦尽力开始的时候 对 就是因为美西战争 菲律宾跟关岛拿过来之后 因为后来又拿下夏威夷 所以等于是美国面向 整个太平洋的话 他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再来就是什么 他打开中国的门户 保健在哪 他事实上是什么 原本不是说什么义和团 或是说八国联军 进去在中国的时候 他主张是什么 中国的利益是大加军分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他进入中国的时候 也是他打开中国的门户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他磕关税 为什么他磕关税 因为他就任的时候 他认为说 美国当时收到很多 国外的商品的请销 他就开始磕关税 然后开始保护美国的制造业 还有工厂的工人 所以这变成是说 你看他的这些政策 打压中国 或是说往外扩张 甚至是保护主义 这些都是川普非常欣赏他的原因 所以他是参加了八国联军 对 八国联军之后 他主张门户开放 对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的这个 麦金利的这个作为来说 川普现在开始研究他 所以你看 随着这次川普可能会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好好的来研究 研究这位威廉麦金利总统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现在川普在研究 可能川普这次上来之后 他的杀气等等 你就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了 因为你说现在川普在 真的就在做两件事情 他已经十面埋伏 十面包围了中国 他现在根本有可能 对中国发动战争 因为之前不是讲吗 他在之前第一任战争的时候 他本来就想发动一场战争 只是那场战争没有成型 好 没有错 宝杰事实上他接下来的任务 我觉得几个 第一个 他对中国觉得会大磕关税 再来就是说 他今天不是说了吗 真的要台湾交保护费吗 宝杰我跟大家讲 他其实就是真的要台湾 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这个有人就整理出来了 在这个川普时代卖的东西 跟拜登时代 你看这个很直观的 差太多了吧 不对称武力的部分 然后包括说 这个军售维修的这个部分 弹药的部分 还有传统作战能力 你看川普每一个数字 都是压倒拜登的 那有人就统计出来 川普一共价值183亿美金 卖给台湾 那拜登只有44亿美金 差这么多 差很多 而且他卖的 F16CD卖给台湾 然后新里带的这个电站夹舱卖给台湾 M1A2的这个坦克车卖给台湾 海马斯卖给台湾 在MQ9B卖给台湾 什么他能卖的 全部都卖 所以显然你知道 他嘴巴是说台湾很有钱 所以你要多加一些保护费 但是事实上 他为什么要台湾买这么多 保护你知道 事实上真的两岸开战 或是真的趋势充足的时候 他买的 我们买的这些东西是 美军可以使用的嘛 所以他们言下之意是说 你多买一些武器 他的保护费 对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们美国 对台湾的这个 我们就是个保险公司 他还这样说 所以显现他是用生意的角度 在看台湾保护这件事 只要保护费谈得好的话 我觉得他是就像保险公司一样 他觉得会履行保险责任 好 请问 该讲的 今天川普居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最仰慕跟心仪的是威廉麦经理 想说威廉麦经理是谁 你帮我点醒才知道 原来麦经理有发动两个重要战争 关税战争 还有实质的美西战争 而且透过美西战争 他整个美国进到了太平洋 他变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国家 而且关键在哪里 夏威廉 关岛 他才有办法一路一路一路的 进到了亚洲来 更重要的是 麦经理也开创了共和党的执政 也就是说后面执政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川普他自己自以为 未来他可能要学麦经理 把共和党这个总统的位置 长期执政的概念 但是其实说真的 川普其实已经有开始自己的风格了 他其实可以走出自己的风格 不一定要学雷根 也不一定要学麦经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这样的商人执政 他已经告诉大家说 很多东西 只要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的 可以交易的 什么意思呢 他今天不是讲了吗 你台湾有钱 付保护费 对要付保护费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来讲的话 我要卖给你军购 要卖什么东西给你 然后要求你做什么事情 台湾你要出钱 你要出钱又出力 你出钱又出力的话 今天台湾能够成为 川普眼界当中的一个对象 其实台湾要自己很庆幸自己的 有些国家他根本看不看在眼里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 他在北约峰会的时候 把前面一个总统推开来 让你挡住我的镜头了 那个是谁 那个是门蒂内格罗的总统 谁知道门蒂内格罗是谁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他都不看在这眼里 因为你没有钱 你没有任何东西 乌克兰结束战争 为什么要结束战争 你乌克兰只会花我的钱 你乌克兰来讲的话 你能够提供美国什么贡献吗 不行吗 没有嘛 你根本就是 你今天讲欠美国那么多钱 你未来怎么还 对不对 所以乌克兰今天 责罗斯基也说什么事情 说他其实已经跟共和党 也好好私底下谈好事情了 未来来讲的话 他相信川普也会跟他 好好的结束这次战争 为什么呢 这一次责罗斯基到华府去 这个拜登不是叫错他名字吗 叫他普丁总长吗 事实上在场 有很多共和党的州长 都偷偷的跟责罗斯基见面 都在瞧什么事情 接下来怎么结束这一场战争 而结束战争的主要目的在干嘛 全心全力对付中国 这其实才是川普他们说要的 而且川普还没上任 俄乌战争的气氛已经改变了 现在责罗斯基居然讲 他愿意邀请俄罗斯基 又邀请普丁 参加第二次的和平峰会 是 和平峰会要定在什么时候 美国总统选完之后 11月中以后 然后这时候呢 责罗斯基也认为说 俄罗斯应该会派人家参加 他做面子给川普 是 因为所有的风向完全变了嘛 所以代表说这个东西赶快结束掉 结束掉干嘛 结束掉美国全球 等到明年的一月的时候 新的总统就职 川普就就职之后 全心全意来对付中国 这才是中国现在 为什么大家说 全皮皮刺的原因呢 那你再看到一件事情 普丁有讲什么话吗 没有 普丁有说习近平现在 就是说到底这个 中俄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 现在其实又互相在猜忌啊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大家都在等着川普上台 而现在所有的民调指数 虽然说什么 共民主党 亲民主党的媒体做什么 只差2%或是差几%那都不是重点 因为美国的选举 就是美国人的这个选举 总统选举人团 所以你今天共和党 在民调普选票上面 可以赢一些的票数 那这代表说已经早就过了 这个川普来讲的话 赢得270票 半数以上的总统选举人团 现在据大家讨计 已经拿到320几票了 应该笃定当选 好 会认 当然现在川普中内一枪之后 有个看大家现在做民调了 做民调有一个人讲 没有嘛 他只赢不多嘛 只赢2% 可是按照CNN 他是根据了各州 各州因为他是根据 他的这个选举人团 他会大胜 是CNN说光是原本 他们共和党就已经是 稳超胜算的 大概就拿到272张的 一个选举人票 在这一次所谓的一个摇摆中 威斯康辛州 賓州跟亚利桑那州 这几州在2020年 那一次事实上都是因为 这个拜登拿到了选举人票 所以才会拜登选胜 那现在情况是 如果这一次所谓的赢2% 都是在这个 相差不到10万票的这些州的话 哇 这几州的选举人票 都变成是川普拿到的话 可能川普会拿到 330张的选举人票 那拜登最后只剩下208张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认为 可能不只是川普赢得总统大选 甚至连这个国会的选举 共和党应该也有机会 变成是主导的 赢得稳超胜算 也会变成参众两院最大党 对 就会有可能变成完全面执政 所以现在情况是 他们认为川普现在 应该说共和党 全面执政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你说现在挡不住他了吗 已经有点挡不住 而且除了从那一个 相关的民调出来的情况来看出来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出现倒戈 谁倒戈呢 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 这个主席 Shine O'Brien 他们竟然这一次 有出席了共和党的党代理保大会 那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刚刚提到的 国际卡车司机的兄弟会 他是从2008年 2012年 2016年到2020年 长期以来都是支持民主党 所以他这一次 虽然他这一次 在这个共和党代理大会上 他并没有直接讲出说 我们支持川普 但是人家认为他这一次的出席 而且感觉上 他说我们还没有决定 要支持任何党或任何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就已经代表着 他们可能不再像以往一样 来支持拜登 所以这个当时 他们总共选举人里面有 他们的会员人数 有130万成员 所以他在全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会 其实2020年 拜登就是因为 还好有他们的支持 所以他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劳动阶层 这个部分 是有领得很大的一个支持 如果这一次 连这么重要的一个支持 拜登的力量都倒戈了 那真的对于川普来讲 真的是如虎添翼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吗 他们说根据现在的一个选举 这个斗内的钱来看 这个工会像共和党已经捐了 四万五千块美元 他们这种劳动集合层 竟然会愿意捐了这个钱 是给共和党 就代表说 可能那一步里面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人 是支持共和党这个部分 而且你刚刚看到 那样的一个车队 就是把他们在边境寻跑 而且今天拜登跟川普 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他是反对 这个你这个开放边界的 就这个等于说 今天很多的 我们讲很多现在 他的拉丁美裔 很多的黑人 为什么现在是受不了 所以你是开放的移民 开放移民你抢的什么 你抢的是中低阶层的收入 这个工作 你不是把这些人 给逼死了吗 是我们本来都以为 像是那个川普 他向来感觉上就是 比较有那种白人族裔 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很维护他们 然后对于所谓的 有色人种 或者是少数族群 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在意 他们的权益 没有想到现在拉丁裔的 还有一些独立的一个人 甚至连 所谓的非裔这个部分 竟然 那个川普的支持度 都开始稳定上扬 最主要原因 他们就认为说 我们这个现在非法移民 实在是太多了 甚至有一些拉丁裔的 他就说我支持 川普的强力政策 驱离非法移民 而且甚至有57岁的 之前他的祖先也是从里面来 他说我不认为 这个川普他会马上 雷厉风情地展开 这个拘捕行动 他只是要制定一个可行 比较严格的 让那些真正不属于这里的人 可以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跟我们抢政相关的工作 所以你就会发现 美国这个经济问题 真的是可能会导致这一次 包括劳动阶层 本来以前可能不喜欢川普的 这一次反而都会将票投给川普